记者调雪如新竹报道,民进党新竹县长参选人郑朝芳,以人文艺术方式宣传证件理念,竞选总部特制受会投前期大型插画,意外引发小朋友的共鸣,一名五岁份小妹妹阿军看了插画后,特地画了一幅我的第一名画作,送给朝芳哥哥为他加油,我画你得第一名,其他人都帮你拍手。 阿军说,朝芳哥哥有爱心,就是他心目中的第一名。阿军妈妈进一步解释,孩子的眼中没有颜色,只有爱心和真诚,这是他最单纯的感受,也是他心中真正的第一名。 阿军妈妈说,9月初带助孩子参加社区交流活动,碰到郑朝芳以亲切的口吻互动玩游戏,还一起制作营养午餐,带阿军认识食材,让小小年纪的孩子印象深刻。 后来,阿军看到竞选总部里的手回头前夕,启发了灵感,花了三、四天时间完成这幅作品,还坚持要亲自送到朝芳哥哥手上。 郑朝芳很感动,特地将画挂在竞选总部里。 另外也有一队住在竞北的小姊妹,放假时写了卡片到竞选总部来投递,为朝芳哥哥加油打气。 郑朝芳表示,孩子的反应最真实,他也会把这股力量化作坚定信念,继续盼下去。 郑朝芳说,照顾下一代,是身为地方手掌必须承担的责任,因此他特别看重孩子的教育。 让每个孩子从小认识土地,生活得更好,吃得更安心,所以他提出的证件就是以教育,交通,环境为主,创造新竹县的美好生活圈,让老有所忠,壮有所用,又有所长。